大家好 莲藕是秋冬季进补的好食材 新鲜的莲藕不是总能买到 今天我分享的就是把莲藕做成干可以吃一个冬天 莲藕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 除了含有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等一般的营养成分外 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钾 铁 钙等这些矿物质 以及一些活性物质和粘液蛋白 它们能够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而且含有抗氧化的作用 这是一个插板器 这最大是6毫米 我就用这个6毫米的 这样 插的就均匀 天气好 可以直接晾晒 阴天下雨的时候 就用烘干香来烘干 几个小时就干透了 晾干的莲藕片可以直接用来煲汤 包出来的汤 比新鲜的莲藕饱的更香甜 如果是炒着吃 或者是凉拌 要用水先泡一下 有一个成语叫藕断丝莲 中医上说 凡是具有拉丝 有粘液的食材 都有一个补的作用 它含有很多孔 含有通翘的作用 藕片完全干透以后 再放入瓶里 如果没干透就放起来 可能就会发霉变质了 发霉变质的食物 对身体非常有害 晾干的藕片 一直可以吃到明年新藕上市 喜欢吃莲藕的朋友 如果觉得这个方法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吧 我之前用莲藕做过藕粉 非常的纯净 也发了一期视频 喜欢吃藕粉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我把链接放到评论区里